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小七说电影,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七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部未来世界的人员传越回以前社会的故事 本篇是这个系列的第三部 三只人员乘坐着飞船传越到了以前的社会 飞船降落在了海边 接到消息的军人们都排列整齐等着迎接英雄归来 当三只人员取下头盔时 地下的人们都傻眼了 时隔三年才回来的飞船里咋是三个怪物 于是三只人员被抓了起来并带回去关在监狱里 其中有一只人员非常机灵 给其余两只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告诫他们不要开口说话 否则会暴露会说人话 但是不怕神对手就怕猪对友 有一只脱口而出一句人话 这可把科研人员给吓傻了 而那只最机灵的人员还被旁边笼子里的大猩猩给勒死了 这下其他两只笨人员可怎么活呀 这两只会说话的人员勾起了大家的兴趣 还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 专门研究他们 在调查的时候 两只人员的对话搞得大家红堂大笑 最后大家得知这两只人员来自未来世界 而且在未来人类与人员的地位是相反的 大家都十分震惊 但是大家都很喜欢这两只可爱的人员 受到了大家热情的接待 母人员还检查出来怀了宝宝 受到了最高级别的待遇 一天一名科研人员给母人员喝下了下了药的饮品 于是母人员将一切全盘托出 在问清楚事情真相后 他们把此事上报给了总统 总统决定要处死两只人员 但此时人员察觉到了危险 开始了逃亡之旅 但是好巧不巧母人员要生了 幸好他们遇到好人 把他们带到了马戏团 母人员顺利生子 但是待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 他们带着宝宝躲在了一艘废弃轮船上 然而还是被发现 母人员和宝宝被杀死 公的在报仇后也死掉了 但是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马戏团老板将自己马戏团猩猩的孩子 和人员宝宝调换了 真正的人员宝宝并没有被杀死 这可能也是给下一部电影埋了伏笔 好了本期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击观众 小七风里玉里和你不见不散 拜拜